大家好,主播侃侃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在AI产业中反复看到同样的现象,但人们总是对此反映的好像这是什么新鲜或令人惊讶的事情。 目前在生成是AI热潮中真正赚钱的公司,例如获得额外毛利和营业利润,有时指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所说的重大收入,只有辉达和台积电公司。 不过据一家分析机构了解,AI系统和模型供应链中的其他所有公司,要么在亏损,要么通过扩展到AI领域稀释了自己的利润。 金融界称之为营业利润增值,但营业利润率稀释。 博通公司Broadcom尽管在资料中心网络和其他交换设备方面实力雄厚,营业利润率很好,也不例外。 因此,可以看到博通,就像其他晶片供应商以及价值链上游的OEM和ODM厂商一样,纷纷决定进居生成式AI业务,宁可稀释利润,也不愿被落下。 这确实是唯一的选择,值得庆幸的是,博通收购了赛门铁客、CA和VMware,拥有一些在资料中心非常粘性的高利润传统企业软体。 因此,可以平衡其AI雄心和基于这个市场性质所必须的微薄利润。 博通的另一个选择是发现自己被排除在生成式AI热潮之外,什么都得不到,还要冒着失去大量资料中心产品晶片销售的风险。 所以,虽然人们在谈论博通如何未能达到华尔街对2025年最后一个季度AI相关收入的预期, 但机构认为这不是问题所在。 这项AI业务在未来六个季度有730亿美元的积压订单,博通执行长陈富阳明确表示, 从现在到积压订单期结束,还会有更多订单进来。 真正凸显的是,博通正被引导成为一个AI系统集成商,这也将进一步稀释其利润,这是无法逃避的。 如果大客户,超大规模企业,云服务构建者和模型构建者,希望他们的晶片帮手交付完整系统, 他们会去其他地方获得超低价格,延期时有人背锅,出问题时有人负责的服务。 因此,博通在未经要求的情况下,现在成了ODM,这意味着他承担了OEM的责任,但规模更大,利润更低。 博通的四个XPU客户中有一个已经在购买公司制造的机架级机器,现在第五个XPU客户直接购买机架级设备,其中包括大量博通晶片,但显然也有很多来自外部的东西。 在730亿美元的AI积压订单中,XPU约占530亿美元,Tomahawk6交换机ASIC可能占很大一部分。 陈福阳说,Tomahawk6是博通历史上增长最快的交换机ASIC,这意义重大。 AI订单侧还包括DSP、雷射器、PCI Express交换机,可能还有存储控制器等其他产品。 值得一提的是,陈福阳确认确实是模型构建者Anthropic在几个月前向博通下了大约100亿美元的Google TPU机架订单, 并进一步说Anthropic刚刚下了另一个110亿美元的TPU机架新订单, 将于2026年底交付。 至于第五个客户,机构认为不是OpenAI,尽管博通正在与该模型构建者合作, 订单价值10亿美元,涉及未知设计的XPU系统,2026年交付。 OpenAI与博通的交易从2027年到2029年,不是有的新闻稿所说的2026年, 正如陈福阳在与华尔街的电话会议中澄清的那样, 可以相信是帮助向OpenAI提供某种10KMW的容量。 据最新了解,OpenAI也想使用Google TPU。 而且,记录显示,陈福阳确认这个OpenAI交易不同于博通与他们开发的XPU专案, 可以认为它指的是OpenAI自主研发的Titan推理XPU的开发和制造。 由此可见,在生成是AI世界里,不是吃就是被吃。 也可以推断,CA和VMware基础可以根据需要通过提高价格来增加利润, 甚至可以打赌陈福阳的最后亿美元。 如果公司整体利润率需要的话,这将会发生。 在截至11月的季度中,博通销售额略超过180亿美元, 同比增长28.2%,环比增长12.9%, 营业收入增长62.3%至75.1亿美元, 净收入增长97%至85.2亿美元, 部分得益于博通一直保留的16.5亿美元税收收益。 全年来看,博通销售额为638.9亿美元, 增长23.9%,净收入为231.3亿美元, 增长3.9倍,占收入的36.2%。 这真的很惊人。 这不是魔法, 只是当你把一堆小垄断企业组合在一起时会发生的事情, 让你有能力面对现代晶片市场更严酷的现实。 博通在季度末拥有161.8亿美元现金和651.4亿美元债务, 后者趋势缓卖下降, 前者快速增长。 过去十年建立起来, 作为利润堡垒的基础设施软体集团, 销售额为69.4亿美元, 增长19.2%, 营业收入为54.2亿美元, 增长29.1%, 占收入的78%。 全年来看, 博通软体集团销售额略超过270亿美元, 增长25.9%, 营业收入为207.6亿美元, 增长48.5%, 占收入的76.8%。 这是大型机级别的盈利能力, 这是有道理的, 因为CA实际上是大型机软体, VMware是Kubernetes世界中的现代大型机软体站。 在2025财年最后一个季度, 博通半导体解决方案集团销售额为110.7亿美元, 增长34.5%, 营业收入为65.3亿美元, 增长41.7%。 全年来看, 博通晶片业务收入为368.6亿美元, 增长22.5%, 营业收入略超过230亿美元, 增长37.6%, 占收入的62.5%。 考虑到利润稀释的XPU业务, 这仍然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业务。 与此同时, 科技媒体WCF Tech12月中旬发表博文, 报道称, 苹果公司正在深化其垂直整合战略, 不仅在消费电子端发力, 更将触角伸向了核心算力基础设施, 加速研发代号为Boltra的首款自研Bi4伏器晶片。 消息称, 苹果已启动该自研专案, 并选择博通作为关键合作伙伴, 负责攻克核心网络传输技术, 预计要等到2027年才能正式投入使用, 被视为苹果摆脱对挥达晶片依赖的关键一步。 博文介绍, Boltra晶片在设计理念上并未盲目追求全能, 而是精准锁定了AI推理, Influence这一细分赛道。 苹果目前并不打算亲自下场训练超大规模AI模型, 而是选择以每年10亿美元的代价, 租用谷歌拥有三兆参数的克制化Gemini模型来驱动云端Apple Intelligence服务。 因此, 苹果的自研晶片无需应对模型训练所需的庞大算力消耗, 而是将全部效能用于执行, 即利用EU模型快速处理用户指令, 例如根据提示词撰写邮件或处理Siri请求。 基于推理优先的战略定位, Boltra的架构设计将与传统的训练晶片截然不同。 训练晶片侧重于海量数据的吞吐与高精度运算, 而推理晶片则更强调低视炎和高并发吞吐量。 据分析, 苹果与博通将重点优化晶片的八位整数、 Int8等低精度数学运算能力, 这不仅能大幅降低能耗, 还能显著提升用户端的响应速度。 此外, 供应链消息指出, 该晶片极有可能采用台积电先进的3nm制程的N3e工艺, 设计工作预计在未来12个月内完成。 媒体指出, 从中端设备到云端伺服器, 苹果正试图通过掌控每一个核心技术节点, 构建起一道难以逾越的竞争壁垒。 总体来看, 苹果正在加速扩展其自研晶片帝国, 在外界熟知的A系列iPhone和M系列Mac晶片外, 积极部署其他晶片, 例如5G数据机晶片C1, 以及WiFi和蓝牙晶片N1等等。 此外有消息称, 苹果针对未来的AI眼镜, 搭载Apple Watch S系列晶片的衍生版本。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一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